我和她是在一场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之后她一直追我 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我一直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可是当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她对我变了 直到后来我发现她心里面其实是有别人了 并不是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她继续这样走下去了 我一定要跟她分手 掌声请出她们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侯 22岁来自吉林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夏 26岁来自吉林是一名模特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相恋几年了 差不多有三年了吧 我俩认识的时候就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朋友聚会 当时她的那个闺蜜和我的一个朋友 她俩就挺有意撮合我俩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姑娘就第一样特别好 人挺漂亮 感觉她也挺有素质的 因为当时就点菜的时候 她对服务员就一直就说谢谢 然后我感觉就挺礼貌的 然后我也挺喜欢她 然后就开始追求她了 没过多久我就出车祸住院了 她每天去医院看我 照顾了我 差不多都有两个多月吧 我觉得挺感动的就跟她在一起了 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她对我就变了 跟追我的时候不一样了 而且她还隐瞒我们的关系 就不对外边承认 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拿着她的手机 拍了一个小视频发朋友圈去了 什么视频 在一起吃饭吗 然后我就说今天跟男朋友 跟亲爱的在一起吃饭很开心 她从尾声间回来的时候 我就拿给她看了 我本来以为她也挺开心的 结果她特别特别生气 就把那个手机抢过去了 就把小视频给删了 而且当时我看见下面有很多的评论 还有人说 原来你不是单身啊 原来这就是你女朋友啊 她紧接着又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说这不是我女朋友 就是个普通朋友 我就特别特别地想不通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隐瞒咱们的关系啊 你觉得很给你丢人啊 那你为什么当初还追我呀 我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生气好不好 因为我当时特别着急 当时就是在一个公司实习嘛 然后准备就是毕业 也就在那签约了 然后当时那个带我们的领导 就对我们说 因为刚刚接入职场嘛 然后就是告诉我们 不让我们谈恋爱 就很容易就把那个就是 生活上那种情绪带到公司上来 也不会以后的发展 我只是不想公司人知道 因为就怕他们就是 因为我就不太 行 这得算一个解释吧 你那什么破公司啊 我怎么就不知道 哪个公司还不让谈恋爱呀 你说我可以说说公司好不好 我们就正规公司怎么了 这都是他自己编的借口 而且我不是告诉你 不让你关机吗 为什么一给你打电话就打不通啊 那我也不是充电宝 我也不可能保持手机 迟迟都有电宝 下班的时候吧 就是在那个路上特别堵 有时在公交上 就堵了一个多小时 让他打电话 我有时候接不着 而且就偶尔那么几次 也不是四次的关机 不是 就是你自己找的借口 给你打电话你关机 而且就我打你关机 就这么巧啊 而且每次我看他的手机 他手机里边 都有一些新家女孩的微信 那些女孩很多都是微商 有的是那个朋友 所有女的都微商 因为我是说销售的嘛 我认为就是多一个人 就多一条就是销售的渠道 但是我也没嫌扯 基本上我那些聊天记录 他每天都在发 除了第一条我也通过了 你先没嫌扯 我怎么知道 我没认识求 就没有别的了 我有那么无聊吗 我跟人聊完天之后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聊天记录呢 就有次他去洗澡了 我就翻他的手机 翻他的微信 我就发现一件 特别让我惊讶的事情 原来他最开始追我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喜欢我 才跟我在一起的 而是因为他跟他朋友 一个赌注 他朋友说 如果三个月之内能追到 我就出给他一千块钱 当初你跟我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一千块钱 要不然就是为了这些赌注呗 我为了一千块钱追他 然后我追他的时候 花钱都花了三四千了 我那个时候在实习 然后每个工资博了两千 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 就都拿去追他 然后你现在说 我为了那一千块钱去追你 再说那一千块钱 后来朋友没给我 我当时就是因为喜欢他 我感觉这就是在无理取闹 你就是因为这一千块钱 要不然咱俩说分手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么开心 就跟我分手了 你就答应了 我哪有开心 我当时也是特别冲动 特别生气嘛 那后来我不是也挺后悔的吗 我后来不是又继续追求你了吗 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你们分手分了多久啊当时 分了那有半年多吧 这半年多也那个没闲着 继续追他得有 没闲着 就是分一开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是工作上也挺不顺的 然后他也挺安慰我 当时我就也挺后悔的 然后就继续又开始追他 也开始追他特别好 那一阵他对我确实挺好的 在我不舒服的时候 他都会去我家 给我做饭洗衣服 然后差不多过了半年吧 我觉得他也确实改变了挺多 我觉得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们继续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我们之间的问题更多了 那问题怨谁 那问题都不是出现身上的吗 主持人你不知道 我俩和好之后 他就跟变了一个人 就是疑心病特别特别重 对我管特别特别严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那不是我家了 那就是一个监狱 有时候下边 我在门口排完好 有时候到底是不是要进去呢 因为我知道 我进去之后 我肯定出不来了 就是不管什么同事 出不来就出不来 就是有的时候有一次吧 特别那啥 就是有一次我回到家 然后我就去洗手间去洗个手 然后手机就来电话 就他接了 那时候同事就是约我们出去 就聚一下 然后他接了就给人拒绝了 闹得就是我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现在就不是特别好 大家有的时候都不找我 就认为我是气管家